然后在那么大的广场在天安门前跳舞是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感觉特别的荣幸 袖子本来这个就是一种吉祥的代表 就是挥舞着水袖 然后送给祖国的生日最好的礼物吧 人们关注着五彩缤纷的广场 每一个游行队伍 每一个方阵都是一种独特的表达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巨大的中国节 这是我的中国新方阵 在这里我们感受到海外游子的赤子之心和爱国情怀 这个方队总共由2323人组成 其中包括许多海外留学归国人员 也包括许多海外华人华侨和许多北大师生 这个方队就是要用他们的这个黄洋的精神风貌 用他们的精彩的队列表演 来展现广大留学人员 海外华人华侨和北大学子 心系祖国团结一心 共同奋进 振行中华的这样一种时代风貌 那就是因为我参与了这个祖国60周年大庆的这个游行方阵 作为游行方阵中间的一员 亲身体验了体验了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不光是我们看见的场景 而且表现了这个整个的祖国的60年大的发展 这个小伙子名叫潘海东 是刘美归来的创业人员 这次他被邀请参加国庆庆典的观礼 现场的热烈气氛 祖国的繁荣富强 让他在这一刻深切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 老实讲呢 刚才藏哥哥的时候 我其实都流泪了 因为我想很小的时候呢 我就听过张明敏的唱的《我的中国心》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都在一起套动 国庆的天安门广场 成了花的世界 欢乐的海洋 无尽的爱国热情激励着所有中国人 在阅兵和群众游行过程中 天安门广场上不断变化的各种背景文字和图案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在这背后 凝聚着首都八万名青少年 几个月来认真的排练和默默奉献 要防默奉的画 就是说你要站起来 然后呢头不要超过这个 然后把这个饼拿出来 然后扶住这个 换 这样换 对 然后再卡住 那远远看这就是一片黄奉的花 对 为了保持这个图像的完整和整洁 我们让我个子比较高 所以呢 一定要在这个花球一半的一下 在花球以下 对 不能本了 对对对 听到外面热闹 我们多多去看嘛 想看但是不能看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还必须注意 有可能你看的时候就是正好翻 然后那样就会出错就不行了 就是外面表演再精彩 你也得全身关注的 别在自己手上的花 对对对 而且脑袋还不能看住这种 对 你探出去人家就会看到你了 这样就不行了 我们的孩子呢 完美的表演 完成了我们的国庆任务 应该讲四十九幅画面 非常完美的被展现了出来 我为我们的学生感到骄傲 他们在默默无闻 我们也想最后要弥补这个问题 我们也要给每个孩子要做出一个光盘来 在阅病和游行过程中 我们看到天安门广场四十九幅文字图案 我们看不到孩子们 现在游行结束了 我们终于可以看到孩子们的笑脸了 让我们记住八万青少年在广场上付出的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